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继续节目时间 不如跟大家跟一跟大市最新情况 如果以A股来说 A股收市是个别发展 上证跌13点 另外 护心300指数升5点 初热板还未跌8点 不如请嘉宾 继续有Rafi 刚才要说比亚迪 Rafi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Rafi 刚才我们略略说了 旗下一个高丁品牌 仰望出新车 预计可能是夏年年初有得卖 不过近期的股价重点因素都不是落在新商 而是列了在版面三大因素 第一就是股神巴菲特持续减持 紧借比亚迪 不时都会有这些消息出来 第二点就是美国电动车生产商Tesla的股价 因为其实比亚迪以至其他车股 对于Tesla股价相当敏感 而Tesla股价年初至今 累跌了超过六成 即是Tesla的价格跌 那些车股 港股这边都没什么运行 第三点就是碳酸理价格 因为生产成本就是落在碳酸理价格上 如果价格上升 都会影响了比亚迪本身生产价车的成本 这三点因素最担心似乎还是股神减持这一点吧 是的 我自己看就比较关注都是这一点 因为正如刚才你讲的另外两点 譬如Tesla股价跌 或者Tesla一些可能在营运上的改变 以至到或者是碳酸理价的变化等等 这两点不是说对比亚迪没有影响 但是想带出一点就不仅是对比亚迪有影响 因为对整个板块都是有个拖累的 譬如Tesla有什么动作 或者Tesla股价跌 基本上整版本都是做得比较差一点 而至于碳酸理价格的变化 无论假设是大升也好 那其实整版本都是会受累的 反而这件事来讲 其实比亚迪可能还好一点 因为规模价也比较大 所以反观如果真的看自身因素来计 我会觉得真的那个减持的阴霾 反而是重要一点的 因为最大的不确定就是 不知道是沽到什么时候 因为虽然过去沽了几次 就是见到股神 但是减的其实现在都还有大概15%左右的时差 14点多 那如果真的要沽清的话 其实都应该还有一段颇长的时间 形成这一点就是最大的问题 就是本身基本数比亚迪绝对不差 无论上一次提到交付量 或者是有可能新的发展等等 其实是OK的 再加上其实不是说是车 我想电池和其他的研发能力 都是很好的方向 但问题就是不断有这个减持的价 就是有物压住的时间 但你看到其实甚至过去这一转 市市这样淡发 可能很多股份达得比较多也好 其实比达迪商的达得算少 甚至以车股来说它也是算少 也都发现了 其实这个也是有少少影响着的情况 所以除非你说 下年可能是特别上每年 能够快点消化或掃除被减持的一个阴霾 如果不是的话 我想暂时股价 虽然未主要说很急跌 但是我觉得真的要升上高一点的位置 可能暂时来说比较难受 好 重点就是望着减持因素 什么时候才清除阴霾呢 不过Rafi说了一点很好 因为现在股神巴菲特 就是那个投资旗艦 持有比达迪还有14.95% 持股量还是多的 所以最烦就是不知道你减到什么时候 所以这个因素 似乎还是要困扰价一段时间 比达迪说了很多 要跟着今天很容易动的 就是造车的新势力 我们整版车股看一看一目了然 就是小鹏今天还涨到一成左右 至于理想涨4% 和蔚来又涨4% 说真的没有具体消息 但反而就是想问你刚才画面 剔了出来的那一版 就是其实说真的 这三个新势力 以第三季来说 仍然在虚钱 说真的 为什么一只虚钱的车股 市场仍然在买它 炒什么呢 我想炒充劲 很多时候虚钱的公司 不要说就是新势力 甚至新经济股也是 有时特别炒得厉害的主因 就是买个憧憬 而且好看那一刻 市况气氛是如何 譬如好像今天来说 市况气氛是相对好的 或者过去这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比起之前过了大半年 是强了不少的 大家会对这些憧憬 又会拿出来炒多一些 虽然一升起来 会特别夸张 但是都很同意的 我想最终 可能现在因为气氛而炒憧憬 但是最终如何都看回基本因素 如果你说离开一些业势 或者只有下年出来的数 都还是看不到 可能慢慢有个扭规的倾向 甚至可能加负量 都好像过去几个月 不是太稳定的时间 有时好时坏 这个对于它们股值的影响性 我想都是会大的 所以暂时这类型的新势力股份 我想就算要跟 都是一些很短线的炒作 而且我想类似见好就收了 有一定的幅度赚率之下 考虑社会才会比较好一些 好 简单来说 这些不是没得玩的 不过以短炒为主 就不是长期投资 始终它们未是一只赚钱的股份 如果有长线的 可能给亚迪就稳定一点 起码数据交出来 Rafi刚才说的股份有没有持有 没有持有的 谢谢你了 小凡还在升一乘一 我们这节谈起来这么多 欢迎大家的现场 恒指今早最多是升过574点 最高到19735点这个位置 都上十天线 来到下午升幅比起最高的时候 就来为收窄一点 下午保持大约400多点的进涨 现在来到3.3左右 最新升近479点 做在19639点 各项分类指数继续全线都能升 总成交837亿多 之后我们也看看科技指数表现 今天ATM也有份带领着大市向上 科技指数最新升165点 做在4189点 望下再活跃港股现在最新造价 排头为腾讯 早段都升超过4% 现在的升幅都去到接近4% 暂时现价323.4位置 美团都贴近日中高位附近 都在高台上 早段都升过7% 现在最新升11.6 至于阿里巴巴早段都升过半成过外 现在的升幅是4.3% 现价88.05元 至于友邦在升市之下偏远 最新跌5毫半指 盈富基金跟着大市升2.4% 再看6至10位 衡生中国企业跟着国子手 有3%的进账 快手都可以升到半成过外 李宁、安踏这些体育用品股 今天都强势 李宁来说 今天都在表现比较好的蓝筹头 暂时表现第二好的蓝筹 最新升幅有7% 做在67.3毫半 连安踏都可以升到4% 至于港交所升幅接近3% 看看其他蓝筹股表现 看下汇控最新都可以升到1% 在48元 至于中移动升5毫半指 港交所升9.8 至于煤气都升到1.5% 现价7.39元 再看看做得好的股份 还有些内房股 事关中证监在市隔12年 再重启内房的借货上市 说可以容许房企 符合条件的房企 借货同业上市 今天内房股普遍都做好 尤其是可以数下 一些小的2、3线的内房股 升幅更显著 部份都有双位数以上的升幅 看着容许中国 早段是曾经急升过3.3% 现在的升幅略为收窄 連其他内房股同样都是 去到下午的升幅有所收窄 但容许还可以保持1.2%的升幅 现价1.1毫2水平 至于证明地产 冬光集团这些都升幅有4%和7% 宇宙集团最新升到2%过外 美的字业巴士多中国 齐齐升幅超过3% 大借一点的内房股 升幅略为细地亚旭 最新升2.7% 现价1.13% 冬户都升到超过1% 中海外现在的升幅就蒸发了 现价暂时的股价守在20.2的水平 至于碧桂园最新升到超过1% 做在2.69% 看看大行、勸商又如何去平内房 见到《监人国际》 将内房的评级调高了 调高去到0先 就说预计明年整个行业可以复苏 《监人国际》就认为 随着内地各行的政策去支持 轻建和安装成本都有所下降 预计可以释放更多资金出来 另外也提到 虽然说境内外的债券交付 仍然有很多挑战 但房企可以透过协商、债务展期 和开发贷款 填补资金缺口 预计明年整个行业 可以有9千亿人民币淨流入 另外也提到 随着破产风险消退 一些民企的龙头 有望进一步重股 如果是承逗到风险 就可以选择一些 估值比较低的民企龙头 包括合景泰富、旭暉、亚居乐 这些都是他们的心水 另外也提到 如果是比较保守的投资者 就可以留意国企背景的内房 包括画鸢之地、月秀地产等公司 现在恒指来说 最新都还可以升到四百多点 第一次时间看到这里 多谢收看 欢迎收到牛市畜大 我是胡朗轩 先和大家跟进一下 今天的重点地产消息 林物业顾问来方 发布最新的每月市场报告 报告是说 最新的零售数据显示 政府发放新一批消费血 加上圣诞档期临近 社交距离措施又正是放宽 出入酒吧和宴会 已经不用事先做快速检测 都是有利本地零售市况逐步复甦 不过本地的消费情绪仍然倾向保守 预计铺位空置率高的情况短期内不变 租金亦会继续受压 在马湾屋苑做东前夕录得成交 马湾巴黎湾的高层两房 使用面积大约530平方尺 业主因为移民关系而放盘 最初开价650万 但没有乘折 要等到减价100万后才以550万买出 赤价大约10300元 原业主在2008年以250多万买入 今次转手获利近300万 单位升值超过一倍 今天邀请来阿彪和大家 谈谈工厦的市道 多谢你上来 多谢Fansos 不如拿回数据和你谈一谈 看到猜股处的数据说 工厦近年的回报率不错 上季是达到2.9厘 如果对比住宅、写字楼和铺位来说 都是高的 为什么呢 传统上工厦来说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用家 或者是第三方物流租赁 其实相对过往来说 工厦的赤价来说 都相对比商铺住宅是便宜的 当然工厦还有另一个功能 就是它本身有多用途、智用 其实传统上来说 工厦来说 都很受市场欢迎 还有现在很多工厦的购买金额 都不是很贵的 如果既然是这样的话 也想问你疫情的因素 因为大家经常觉得 疫情都影响一些租赁 对于工厦来说 租户衰逃 或者他们本身的生意 有没有影响 我想分两个层次看 租用工厦 甚至一些物流仓库来说 我想可以分 主要分几个客户 如果纯粹是物流仓库来说 其实这两三年疫情之下 其实在小人上 反而工厦的租赁是非常刺烈的 我们看到过一年来说 其实租赁的租赁方面是有升幅的 平均有5-7% 只要说传统一般的工厦来说 我们看到来说 都有很多人会 尤其在这几年疫情之下 电商兴起 都有很多人通过租赁工厦 甚至很多人会在工厦来说 到餐饮这段时间都慢慢兴起 也有人租赁工厦做一个中央厨房 我看到这方面的租赁非常迟 其实又不是那么差 不是那么差 绝对不差 市场都可以的 是的 那方面 做中央厨房 餐厅都多 这些人经常说 去吃饭 去工厦吃饭 可能又找到好东西吃 还问你供应层面 如果近年香港新落成的工厦大厦 具体来说 有多少楼面 供应是否少呢 其实以我们看到的数字 过去这一年来说 你撇除了主要在物流仓库 或者数据中心 我们拿到的数字 是工厦的供应 大概120万尺楼面 其实比过去一年来说是高的 但是未来的情况 可能供应方面反而会少了 这个少来说 其实都会令到工厦方面 都有一定的追捧 不过我想未来来说要看一看 就是按揭息口的上升 可能我们都会看到 在今年的第三、四季来说 对于工厦的买卖 交投方面都有所影响 好 充分之外 如果留意到工厦的买卖 就是今年以来的成交量 以至到金额 大概走势是怎样呢 这方面要请教一下 我们做了一个很简单的统计 其实在去年来说 如果是3000万以上的成交金额 都接近375亿 如果有173宗成交 但是去到今年来说 我们拿到的数字 就是今年如果3000万以上 成交金额大概有 如果3000万以上 大概有226亿 大概有119宗 其实数字是少了的 可能你要问 为什么Francis说会少了呢 我想都和今年加息周期 对于以往的投资者 或者用家来说 他们发觉按揭成本上升了 我简单说 现在可能多了一些竞争 是跳素懒计 多了另外竞争者 可能是不同的理财产品 都给到一个不错的汇报 定期都挺高的 这个解释就是 第三、四季之后 成交中数金额向下跳 好了 当然还有一点 其实说真的 现在你说的成交 都算是稳定的 有个故事说一下 原来说 是和一些老牌的家族 那些遺产处理都有些关系 交给你说的这个故事 应该这么说 香港其实都有不少隐形富豪 我想都有不同的家族来说 去到不同阶段 他们都会通过 扣置一些物业做一个盛传 我最近都有行参与 帮某家族扣置一些物业 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主要是追求一些合理的回报 就可以了 基本上靠入这个物业来说 他们都采用一种 长期持有这个方法 问多一点 其实这类型的家族 放售物业 多数是什么类型工客 有没有共通点 如果你说放售来说 从我这几年接触来说 我们会发觉可能一些工客 本身以往可能做一些印验 制衣来说 我想经过这几十年 香港经济周期之后 他们开始 我们简单说 完成历史任务 家族的第二第三代来说 都未必有一种盛传的情况之下 这类型的家族 就会放售这个物业 由于他们扣置的时间比较偏长 他们就可以用一个比较合理 甚至是吸引架放售 这些都会造就在市场上 会有这类的物业放售 只要价钱相宜来说 投资者都会有兴趣去扣置 多谢今天和大家分享这么多 好的 多谢 政府由十几年前开始 大力推动启德规划 发展出来的私人住宅 曾经被期望 可以比美九龙站物业 特别是跑道区 属于附近一带最临海的地段 这里第一个楼盘 近日就准备入伙 说的是中国海外的项目 维港一号 坐落在城峰道 提供超过一千个单位 涵盖一至三房间隔 涵收屋苑主打的两房互营 在2B座低层 实用大约450尺 买家在去年7月 以一千零五十多万买入 赤价大约是二万三千三百元 大门旁边没有圆关 圆袭流行的新盘设计 一入屋就看到开放式厨房 但发展商都加了创意 厨房的工作台面不止一个 而是一分为二 其中主食楼还有升盘 或分在入屋靠左的位置 另一边主要就是收纳用的厨柜 下面有内置的蒸焗炉 这种比较罕有的分体式工作台面 对住户又有什么好处呢 发展商就表示 为什么他们这个位置是这样设计 就是因为它方便 业主可能在这个位置 可以放一张饭桌的时候 就会好很多了 煮食楼这边 其实它的柜台面是比较小一点 所以可能业主煮完食物之后 就要搬一些食物到旁边 才可以放得到 现在我们试一试它 例如我们煮完食物之后 例如可能托着碟 可能要搬过去的时候 要小心 否则有机会 那些食物之后 也会掉到地板上 可能要留一留意 客厅长5.2米 闊2.6米 面积接近150尺 还有另一个开积特别的地方 就是和一般新盘 露台和工作平台分开去建 两者双隔最少1.5米不同 这个楼盘是根据屋宇柱 最新修订的环保作业被考 重新将工作平台 还有露台二合为一 合并之后的面积达到38尺 空间相对大一些 合共占楼价接近90万 除了收纳冷气机的散热机 使用起来又是否会实用一些 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地盘 如果你说业主在这里浪衣 其实很多时候陈土飞扬 其实都会飞到衣服里 可能业主的衣服就会比较脏 所以这个露台可能要迟一点 才能用得到 其实只要它外面这个棚 其实拆了之后就会好很多 至于地板山口位 其实我们都建议业主 可能久不久都要清理一下 我们这个就是试试它怎么弄 这个是问管理署借的 轻轻挑起它 整块拿起它就可以解决了 为什么我们会拔起这个地板山口呢 就是因为想看下面这个位置 有没有垃圾 记得很重要 倒一倒冷水 看一看 有时它们的垃圾会撞出来 碎的層 石仔在这里为止 可能稍后就要一次过撕回去 是 单位的睡房方面 无论座向和景观 基本上都和大厅一致 虽然楼盘名包含了维港两个字 但实际上就很难看到维港 因为地皮在跑道区的后排 就算是潮着维港的方向 将来都会被位于前排 高度相同的其他楼盘遮挡住 如果想收看触本的规划蓝图 请留意今晚九点 财经体育资讯台的日日有楼梯 一节的财经消息 世贸增端解决机构专家组裁定 美国对香港产品的产地来源标记规定 不符合世贸的规则 政府欢迎专家组的裁定 已经驱信美国要求 立即撤回相关的规定 特区政府欢迎专家组在报告 清楚反驳美方错误和毫无理据的观点 在香港产品上标以香港制造的标记 多年来获国制接纳认可 这个既符合中国香港作为单独关税区的事实 和相关的世贸规定 就今次的裁决 我已经去信美国贸易代表 敦促美方尊重专家组的裁决和建议 立即撤回其违规规定 停止违反世贸规则 百果园通过上市聆讯 水果零售商百果园 去年按照水果零售额计算 内地排名第一位 市场的占有率是百分之一 今年上半年一共有门店超过5200间 比起去年年底增加超过450间 收入二年升幅7%至59亿元人民币 盈利升幅接近四成至超过1亿9千万元人民币 莫格斯丹利是独家保险日 提提恒指的最新表现 升幅去到593点 贴近在19600点流上 最新报在19675点 分类指数全线向上扬 在美市当中准成交超过885亿 财经消息看到这里 下午讲讲这日升得厉害的客暴客暴520 今天股价又破坏 市场冲敬内地消费复苏 内地餐饮股当然普遍都升 但为何要提520呢 因为升得比较多 今早早高开1%之后升幅扩大 看见现场的即使图 最高就抽到9.4 下午见到高位无奈 最多的时候升成1.9 见到一年半高位 去到3.5成交都OK 成交股数3600万股 成交金额超过3.2亿 现在继续高抬着整固 维持到升势 升了1.6 找一下梁洁文 帮我们评评买不买得过 阿梁你好 是 吴嘉文你好 最近公司有些招数 不知是否真的帮到股价 近日做些什么呢 推出促销活动 多个品牌 派一些现金券给大家 总共发放了5亿人民币 消费者最多有什么优惠呢 最多可以有五折的优惠 不知道能否吸引到 那些人去打边炉 公司就说反应挺好 华北市场恢复堂食之后 看到消费有个小高峰 部分的餐厅客流回升了 他们相信在圣诞 元旦的节日会有一轮的消费高峰 难道真的这招成功 其实你说这个招数 我会形容为挺重要 或者带起了市场的焦点 当然有些人觉得 疫情的方面是比较担心 或者是担心会影响内地 接下来一个月的经济 但是也有些比较乐观一点的 就觉得只要今次这个疫情 危机过去的消费 会迎来一个补复的反弹 甚至乎是一个加级效应 所以你都会见到很多内需股 今天是会炒气了 再加上现在520自己也都推出一些 叫做现金券或者折扣券的优惠 其实我会形容金额都不小 5亿相对于公司 今年上半年的营业额 二十多亿 你可想而知那个比重其实都挺大 很明显公司都很希望把握这个加级的效应 将那个生意额一下子 拉回去疫情前的水平 但是这个业绩是不是真的改善到呢 都要找你初步评估一下 虽然数是难计的 要看市场反应 因为我们看回上半年 集团始终是蚀钱 蚀了多少呢 亏损扩大了 去到蚀2.7亿人民币 大家明白了 因为疫情的管控 影响了客流去帮他 看回它的核心品牌 客暴客暴的经营数据 上半年人均消费 其实轻微都涨到 但是翻桌率 就是同一张桌 做多少单生意呢 翻桌率就下跌了 至于餐厅的净收入 都是按年少了四成三 帮我们想回刚才那样东西 一来派一些现金券 等别人去光顺一下 第二 因为现在冬季 都吃火锅 正路的打边炉旺季 你觉得业绩有多大改善 我会觉得其实你说 是不是真的改善到 当然很市府 究竟内地疫情的发展 也有些消息 其实近一段时间的 确诊人数不断都在上升 或者市面的人流也是减少 所以在这方面 我会觉得暂时来说 都很难这么快判断 但是如果 你说公司出来这个措施 虽然都会担心 这一类的现金券 或者是接球券 可能对公司 未来下半年 或者未来一段时间 会影响到毛利 但是始终冬天 都是一个 尤其是公司其中一边 主打的火锅的黄桂 你不趁着这个气温 叫做冬天寒冷的气氛 去把握着这个消费的市道 错过了 基本上就是一去不反 所以我都会觉得 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都会觉得公司 这次推出来的消息计划 我都形容为 解读为挺正面的 甚至乎有些分析报告出到来 其实相关公司 近期的充值的数据 也都见到一个明显的改善 所以你说最终出到来 我相信人流或者生液 会有改善 但是你说利润 埋单计算是否真的会赚多了 我会觉得是会受影响 但是好过什么都不做 坐以待毙 始终都是利好消息 说到尾 其实你提到大行的看法 我看到都对整体餐饮股 劝商都觉得前面有些寄望 寄望是什么呢 就是放松防疫之后 慢慢消费会復甦 业绩都有望恢复 当中看到中金 盈光幕中间那一行 就提到中长期来说 消费升级是大势所趋 整个行业有望恢复增长 其实疫情一定有些争拗 短期内看到有些大城市 好像北京上海 一度人流都少了 因为大家担心中招 少了人出街 但是劝商就这么看 你都觉得刚才那些招数又有效 实在前景你会怎么评呢 那买不买得过呢 我会觉得都挺分野的 始终疫情那个法治 不单止你要妄实 有没有影响到内地的消费 甚至乎你都会担心 万一疫情是失控的 或者是引致死亡人数增加 究竟内地会不会重推一些封城 或者是限制人流的措施 这一方面真是很难去预判 或者是出其不意 就好像早两个月 大家估计内地未必会这么快开放 突然之间 那个防疫政策是急转弯 有程度上是一个全面的开放 或者很多地方都是松磅 所以这一边的影响都要见步行步 所以如果你问我的话 对520来说 我觉得这个看法都是抱住 纯粹是一个短炒 或者炒一个餐饮复苏的冲景 因为始终累计的股价 其实升到上来 公司的市值都有100亿 刚才所说 上半年虽然因为疫情的因素 公司仍在亏损 但是你会看着公司 近这几年都是因为内地的疫情 和封控的措施 都是处于一个亏损的状态 所以就算你说明年可以改善的话 都说真的要去疫情之前赚到钱的 我自己觉得都是漫漫长路的 明年都上半年都未必说真的达到标 所以可能是这个因素 我会觉得就算真的买了 都要稍为保守 或者謹慎有一个警惕在这里 都要警惕一些 那是否等回才买呢 或者心目中有没有靓价位 目标价看到多少呢 我自己觉得今天 其实你说技术上是 老实说 技术上就真是 破位 挺英俊的 跟着大市升又破了 一年半的高位 甚至乎整个板块 不单止是yapu yapu 整个餐饮板块 海底纳 都见到一些股价的移动 所以我会觉得 你说现在的憧憬去回都很难的 始终成交出来了 那只是抱着一个短差的心态 现在真的见到大市真是没有目标的 我觉得可以买一买一抱着一个小柱 短炒在一个冲景着一个疫情 或者是假期的因素 可以将股价再推到一会儿 那也教大家怎样短炒法 你有些心得 是不是应该 如果你问我的话 最好在现在股价补得上来 最稳阵的或者心安理得的 就是小柱 现价已经可以试一试 始终刚才你说下午都已经突破了 那现价买的话 始终抱着一个心态 就是说短一点 或者将目标放低一点 可能升一成 升到上去10元 或者最尽的目标 10个半都已经很沽出 套意下了袋 那你指洩位平时怎么定的 不指洩位我就会参考10天线 如果买了下去 调整回来 公司的股价是跌穿了10天线的话 我会觉得市值为一个短线 比较利淡的讯号 都是用10天线来做一个止蝕的指标 是的 最新10天线是8.2 当然了 如果真的买 我们都要留意公司未来的发展 时间不多 简单补充给大家听 黑布黑布 不是只做烧烧烧烧烤的 其实集团都在中期报告有提到 因为见到年轻人就喜欢什么 就在家里上网叫外卖 外卖就是餐饮业的出路 所以集团都打算做多些直播外卖的方式 去推广产品 此其一 第二集团都是开拓新的品牌 旗下的烧烤品牌上海店铺 每个月的收入就超过250万人民币 看看会不会带来一个增长的动力 好吗 让大家参考一下 阿Mike 我们偷偷回来再谈 来到即市密博的时间 马载快到4点 看到港股维持着大概500点的升幅 一字和大家看看恒指成份股最新的升跌比例情况 现在升的股份就占了大部分 就占了大概是9成6 而跌的股份就占了超过2% 再和大家看看做得好的蓝筹股有什么股份 有海底漏 几乎都差不多 由头大到落尾 都最新升7%过外 消息留意着 国务院常务会议说到 要支持民营企业 和北京那边都恢复堂食 最新都升7%过外 内需股 特别是体育用品股都升得不错 里宁新州国际都升超过7% 美团也有份上榜 欠近7%的升幅 佈186.3% 京东集团同样升超过6% 科治方面的表现跑人恒指 正在升4%左右 最新的升跌比例和恒指都差不多 升的股份都占了大部分 占了9成6%过外 而跌的股份占了3%过外 即使物败看到这里 我们早段升过570几点 去到19700 570几点进去 早上见了高位 下午回到19500点 边缘之后又是升幅再扩大 当中为何收窄过呢 因为内地股市倒跌 影响了我们港股气氛 最新又站稳 仍然500点流上增长 成交有940亿 当然成交比昨天好 但又不算很多 阿米亚 我知道对后市 又不是真的很大信心 为什麽 其实都是 虽然今天升得挺帥 或者成交比昨天更多 可能全日都应该挨近1000亿 甚至乎过1000亿 但是奇怪就奇怪 其实内地今天是一个跌市 虽然上周都一升 但是内地下午回到来 高开低走 甚至乎倒跌 都会觉得 可能内地投资者 对未来的经济 或者前景都是比较迷 是不同的 今天港股 但可能一些假期因素 或者是平淡错 我觉得对后市的 启示作用 都不是真的 那麽大 可能真的港股要有 确实的方向 都要等聖诞交后 才看市场走 才叫做有信心 是的 全日来说 上证跌0.4% 深淨成分指数跌0.3% 有一个因素 都是影响了内地和我们香港 就是内地疫情的情况是怎样 是吧 就是我们今早也说过 在彭博报道 就是上海的情况 令人担心 医院就迫炮 排队迫炮 街里面就没什么人 那街没什么人 途中看到彭博另一个报道 就是统计内地15个城市 究竟现在的交通情况 是怎样的呢 它用交通擠塞指数 大家见不见到 跌到2月份以来的低位 那是什么意思呢 道路上不是很多车 是今年农历新年以来的低位 不是很塞 中间有条平均线 就是2021年1月 低于2021年1月 都四成半 交通流量是低过前年的1月份 四成多 说到尾就是想暗示 疫情底下少人出街 那你觉得侧面 真的看不看到 疫情严重的情况呢 我都会同意的 或者某程度上反映 市场其实对内地疫情 分野都挺大 一些就觉得 就是说 望着市面的人流 或者是医院 那个涌极的情况 又或者是那个殯儀馆 可能是处理屍体都处理不及的话 觉得内地那个疫情是很严重 但是另一边的比较乐观的分析员 就会完全复苏的了 所以在现阶段 可能他们就会觉得乐观 觉得其实每跌一次 或者每条件都是一个入市的机会 所以我会觉得 其实都几分事 视乎你究竟拜哪边 那你拜哪边呢 你觉得是不是这么乐观 最重要是你的意见 是吧 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就会比较中性 现水平其实真的不是那么吸引 你说但都带了上来 疫情方面 大股也不是怎么反映 甚至乎那些餐饮股 甚至乎已经破了位 所以我会觉得 在这个殖泊率上不吸引 但是我乐观的 可能真的看到市场 有些明显的调整 或者跌穿19000点的话 我又会视之为一个 值得分住及立的时机 那听完你 那就更加清楚了 再问一句 好 那我们疫情那里 再和大家跟 答问题好不好 趁有点时间 尹小姐想问241 就押你健康 想买 什么位买好呢 不过她没有说清楚 短炒还是长榨 不如你建议它 好吗 我就觉得比一比 不论你短炒 或者是长榨 自己股价 累计的升幅都已经不夸张 之前那个炒风就是因为来地疫情 就是叫做防疫的措施全面开放 疫情是爆发了 或者大家憧憬着那个确诊 会急升 也都刺激到很多群众去 光顺这些医药的平台去买药 或者去断药 以备不时之需 但是另一方面就是要买都买了 其实那个最终那个生意额 或者那个人流的高峰也是过去了 股价也是炒高了之后 开始见到一些调整出现 现阶段我会觉得 就是入场有少少 像是折火棒 就算是买了下去的话 可能它真是反弹的 也都那个幅度不是说真的那么大 所以我会觉得 如果你说中长线的避一避 如果你说短线的想拨一拨反弹的话 不妨等它收一日一些大阴烛 或者是那个现水平真的跌一成的 你才买一买投机性之后 它会反弹 现在今天跟着的大市也有得升 所以我又会觉得这个水平不是特别吸引 国家都说了 就是要将这些药品 防疫的药品要补供应 我们早几天都说报道 包括浙江等的地方 都供应多一些退消药 究竟那些药品还会不会继续抢呢 这些气氛呢 其实以往都是用一个例子 我们以往都香港有疫情的时候 都抢过很多东西 抢抢下就没人抢了 抢药会不会都是这样 我觉得香港的经验都值得参考 我们年初的时候都抢过药 或者抢过退消药 抢过口罩 但是过了一个高峰 你就会见到那些东西就算送给人 都未必有人要 好随时 那就行了 大家自己明白了 投机气氛来说 味道来说都是有些浓口价 薄薄的 袁小姐就买了一只汇丰 她就想问一下 69元有货了 可不可以评评前景怎么样 汇丰 我会觉得都乐观的 虽然现在69元这个目标都有段距离 但是你看着环球的息口 其实升了上来 对汇丰的利息收入都是有帮助的 甚至乎大家有个憧憬 未来汇丰那个派息水平可以有机会 恢复疫情前那些金额 所以现阶段市场是这么好的 股价也有跟上来 挨近近三个月的高位 去到今天就48元 我会觉得等一等 其实来那个卖入价差那么远的话 本身公司的估值又不是特别贵 那未来的派息率也是OK的话 我自己觉得都是中长线 等一等 不需要那么心急或者不需要那么冲动 即是收着息先 都可以多看一点 看一点时间先 是吧 是 现在都算叻的了 汇丰都是不是 稍微调整之后 又站上去 近期的高位附近 48.1元 现在就经家事端了 等一口价调定 是说在恒生指数 还有一口价调定 现在我们就等多几分钟 就知道收市价了 现在暂时涨498点 成家有965亿多 阿玛也真是像你说的 跳定多下 成家会不会变回一千亿 那就好仰少少了 有没有插着刚才经过股份 没有持有的 多谢你了 我们稍后回来又收市大检议 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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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见